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二战跌宕时 人类群星闪耀时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奇迹的空中桥梁 柏林空运的生存之战 二 钢铁风暴 库尔斯克战役的坦克对决 三 破碎的链条 菲律宾海战的转折点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奇迹的空中桥梁 柏林空运的生存之战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 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为您讲述这段历史上的奇迹 柏林空运 想象一下 是1948年 二战刚刚结束不久 柏林这座城市 就像是被遗忘在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四周被苏联占领的东德包围 西方盟国 美国 英国和法国 控制着城市的西部 而苏联则控制着东部 这不仅是地理上的分割 更是意识形态的对峙 然后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 可能是在某个不眠之夜 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封锁所有通往西柏林的陆路和水路 这样就能迫使西方盟国放弃 对西柏林的控制 他可能想的是 嘿 没有食物和燃料 这些家伙肯定会乖乖投降的 但是 斯大林显然低估了西方的创造力 和对自由的执着 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一拍脑袋 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如果陆路不通 那就从天上来 这就是柏林空运的起点 一场空前的物资运输行动 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 想象一下 每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 降落在柏林的机场 他们像是不知疲倦的蜜蜂 将食物 煤炭和生活必须品运 送给被围困的市民 这些飞行员成了真正的空中牛仔 他们不仅要对抗恶劣的天气和技术挑战 还要躲避苏联可能的干扰 幽默的是 柏林空运不仅仅是一场生存之战 它还意外地成了一场公关大战 美国飞行员盖尔 哈尔沃森 Gail Halvorsen开始了所谓的糖果轰炸 他会将小降落伞绑在糖果上 然后再飞过柏林上空时投下去 给孩子们带去甜蜜的惊喜 这个行动赢得了柏林人民的心 也让苏联在宣传战中颜面扫地 最终 在1949年5月 苏联解除了对西百林的封锁 柏林空运证明了西方对自由的承诺 也展示了在逆境中 人类创造力和团结的力量 这场空中桥梁的建立 不仅仅是物资的输送 更是希望和决心的传递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架飞机在头顶飞过 也许可以想一想 如果那是一架装满糖果和自由的空中牛仔 它将会飞往哪里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钢铁风暴 库尔斯克战役的坦克对决 当然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1943年的东欧平原 那里有一场盛大的钢铁派对正在酝酿 参与者都是当时最酷的重型机械 坦克 这场派对的名字叫做库尔斯克战役 而且 告诉你 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舞会 而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对决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 二战时期 苏联和纳粹德国在东线上打得不可开交 到了1943年 希特勒想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扭转战局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名叫库尔斯克的地方 为什么是库尔斯克 因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突出部分 就像是一块等着被窃下的蛋糕 德军想要一口吞掉它 好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主角 坦克 德国人带来了他们的明星 虎尸坦克 这家伙重达54吨 装备有88毫米的大炮 简直就是一辆移动的堡垒 而苏联方面则是以T-34坦克为主力 这种坦克虽然火力和装甲不如虎士 但数量多 而且机动性强 就像是一群愤怒的黄蜂 战役开始了 双方的坦克在库尔斯克的平原上翻滚碾压 尘土飞扬 德国人的战术很简单 用虎士坦克的后皮和大炮硬碰硬 苏联人则是玩起了游击战 用T-34的速度和灵活性来回绕圈子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一场史诗级的拳击赛 一边是重量级的肌肉怪兽 一边是轻盈跳跃的拳击手 但是 这场派对并不是只有两位主角 还有一些配角也加入了战斗 比如苏联的KV 以重型坦克和德国的暴式坦克 他们在战场上也是大显身手 虽然没有虎士和T-34那么出名 但也是各有千秋 最终 这场钢铁风暴持续了将近两个月 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 苏联人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数量优势 成功地防守了库尔斯克 让德国人的攻势功亏一篑 这场战役不仅是坦克对决的巅峰战士 也是转折点 之后 苏联军队开始了对德国的大反攻 所以 下次你在玩坦克游戏的时候 想想那些真正的钢铁战士们 在库尔斯克的平原上所经历的一切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历史 更是关于勇气 策略和技术创新的传奇 而且 别忘了 那可是一场真正的钢铁风暴 不是你家猫咪打翻花瓶 那种小风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破碎的链条 菲律宾海战的转折点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场海上的大戏 菲律宾海战 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 而是一场改变了海上力量对峙格局的盛大表演 想象一下 这是一场二战中的海上版权力的游戏 只不过这里的龙被换成了航空母舰 而且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家族关系 菲律宾海战 或者更加戏剧化地称为大马里亚纳海战 发生在1944年6月19日至20日 这场战役 是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一次关键对决 可以说是日本海军的破碎链条 因为它标志着日本海上航空力量的彻底崩溃 现在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些破碎的链条 一航空母舰的对决 这场战役是航空母舰的天下 美国人带着他们的大黄蜂 USS Hornet 企业号 USS Enterprise 等大玩具来到了菲律宾海 而日本人则派出了他们的飞龙 Hero 翔赫 Shokako 等航母 但是 这场对决并不是在海面上的炮火连天 而是在蓝天上的飞机狗斗 2.马里亚纳火机射击 这个有趣的名字来源于美国飞行员 对这场战役的描述 因为日本的飞机 几乎是在没有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 被美国的战斗机和舰载防空炮火击落的 可以说 日本的飞机就像感恩节的火机一样 被一枪枪打下来 3.日本海军的神风 不 这里的神风并不是那些著名的自杀式攻击飞机 而是日本海军在这场战役中的一种神奇表现 他们的战术安排和指挥决策 可以用混乱来形容 日本海军的指挥官们 似乎在玩一场我不告诉你我的计划 你也别告诉我的游戏 4.美国的情报优势 美国人在这场战役中展现了他们的情报搜集能力 他们通过破解日本的海军密码 提前得知了日本海军的动向 这就好比在考试前就知道了所有的题目 那考试还有什么难度 5.日本海军的无限复活 虽然这场战役对日本海军来说是灾难性的 但他们的航空母舰似乎有着9条命 在战役中 美国人宣称击沉了多艘日本航母 但事后发现有些航母像幽灵般的复活了 当然 这只是因为通讯混乱和目标识别错误 不过听起来还是挺戏剧化的 总之 菲律宾海战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它不仅仅破坏了日本海军的战斗力 也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 而对于我们来说 这场战役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教训 以及一些可以让我们会心一笑的小故事 记住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忆 它还能给我们带来知识和乐趣 总结起来 柏林空运 库尔斯克战役和菲律宾海战 都是二战中的经典事件 展示了人类在逆境中的创造力和勇气 柏林空运是一场物资运输的壮举 同时也是一场公关大战 展示了西方对自由的承诺 库尔斯克战役是一场钢铁对决 让我们见识到了坦克的力量和战略创新 菲律宾海战则是一场海上的权力游戏 改变了太平洋战场的格局 这些事件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给我们带来了知识和乐趣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事件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其他的看法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